农历七月十五,鬼节荡天 如果捡到钱,千万不要放进口袋 因为那很有可能就是天地银行的死人钱 而我却用捡到的钱找二麻子买了小浣熊方便面 此刻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盯上我的红衣老太太 用力撕开包装袋,从里面掏出水壶卡 发现竟然又是一张短命二郎卡 整整九包都是一模一样的卡 虽然他倒霉,可一想到是捡来的钱便也没放心上 而那红衣老太太却依然跟在身后 因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手一抖,一袋方便面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弯腰剪面时,眼角余光终于看见了那老太太 心生疑惑,莫非这钱是他掉的 转念一想,又不对 当时撞我那人可没穿红衣服 不管这是什么目的,我撒腿就跑 急速穿过斑马蟹 回头一看,竟还是没有甩掉 又加快脚步,跑进一个巷子,转脚湿 因为慌乱,竟刚好踩到一团还在燃烧的纸钱 惹得正在烧纸的老人家破口大骂 回过头急忙道歉 可那纸钱灰也随着我飘落一身 因为跑得过急,连连喘气 就在这时,一阵诡异妖风突然出现 卷起了漫天纸钱灰 在空中飘荡一圈后 纸钱竟变成了真正的千元大钞 捡起地上那崭新钞票 完全忘记目前身处的诡异场景 却不想更加震惊的一幕出现 天空竟不断洒落钞票 一张一张,全是天地银行千元面额 而不远处,却有一个老人家在念叨着 孤魂也飘,莫要巧 我从圈中拿几张 一张给你天度荒 一张给你天衣裳 而我此刻仍然在捡着掉落的钞票 却没留意到 远处传来一阵阵啪哒声 那是一双裹了小脚 穿着木鸡才能踩出的声音 我兴奋地把捡来的钱 全部塞进了书包 可任凭我怎么捡 天上的钱却是越掉越多 而我的脚开始止不住地打扎 脑袋开始浑浑噩噩噩 传来一阵阵迷惑的呢喃 天地万物有一声 亦有一死生钱用不完 死后也带不走 带不走就抖一抖 男抖穷 女抖剑 抖完了福寿抖命钱 抖着抖着进阴间 就在我沉迷在捡钱快乐无法自拔时 那红衣老太太手拿剪刀突然出现 而此刻 我眼前却出现了更为壮观的景象 那是一座堆满巷子的元宝山 还有一群人在轰强 他们都有一个特征 光着头 脚穿小红鞋 鞋底都有绿叶印记 我取下书包 贪婪的装着元宝 终于 爸爸妈妈再也不用外出打工 也可以让爷爷奶奶想亲父 可旁边却有个老头让我不要急 命里该有多少钱 就能捡到多少钱 多一张不多 少一张不少 而那红衣老太太 却拿起了那打红剪刀 揪起我的长生殿 卡拆一生 剪断了 随着长生殿断开 我也栽倒在地 那千元大钞以及金元宝 也变成了死人钱 荒利一生 元宝山变成了火海山 我也渐渐失去了意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